大家好,我是炎小偉,我是一個舞台劇演員 我小時候的夢想是開超級市場或魚蛋店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東西 後來發覺自己的興趣是好像有點表演慾 很記得當時幼稚園學習一些話劇 就會找演員,但永遠都找不到我 每天在中午彩排的時候,我們要睡覺 但我只是站在門口看別人,很想做 但一直都不會有機會選擇我去做 因為肥肥的,沒有這些機會 後來第一次接觸舞台劇是何時呢 就是我轉了校,中學時參加那些慶趣班 我老師就覺得,為何你不試試玩夏製話劇比賽 他就覺得我可以,就叫我去 之後當然也得到獎 就覺得原來自己真的可以的 並不是沒有機會的 還有我發覺自己是原來為了喜歡自己的東西 我會把全副心機,即使要上學也好 每天放學排練都不會覺得累 還有會覺得很開心 中學畢業之後,選擇大學的時候 很多人叫我去讀演藝 我也有報道 但同時也覺得讀這東西好像找不到吃 到最後還是沒有選擇 選擇去讀其他科目的學校 但當我發覺讀一下的時候,我自己讀得很辛苦 因為你不是喜歡這東西 我覺得,為何我會後悔呢 但後悔來已經太遲了 到今時今日為止,我覺得人生最錯的決定 就是沒有選擇自己喜歡做的事去做 以前會否定自己 是否適合做這東西 很多現實的問題 舞台劇有沒有錢賺 家人也會問這個問題 但錢這東西我覺得是 如果你開心的話 所有錢都買不到你那種開心 其實有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你在做甚麼 我會跟他說在做舞台劇 但他說,你這份是一份正職 我說是 但有沒有錢 他們經常都會問這些問題 但其實我也是有錢收 你也是有錢收 我也是一份工作 你也是一份工作 但我做得比你開心 就行了 每次跟不同的人合作 我都會有些不同的感受 例如好像之前 對上剛剛完成的芝麻糕糕糕 給我好深的感受 是令到我個人去重新思考 我究竟走這個方向是否正確 我有一個夢想 就是可以做一個代表澳門的舞台劇 然後衝出澳門去做 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做 還有其實都很想試一下 外面不同的劇團 或者例如香港 內地的劇團都很想試一下 因為每次不同的合作 其實都會發掘到自己不同的東西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 我經常都想告訴他們 如果你有甚麼是喜歡做的話 你就去做吧 不用想那麼多 因為很大的例子給了你 我就是想得太多 沒有去跟著我自己的心去做那些事 所以我會後悔 到現在來說都是後悔 所以堅持 堅持自己的理想是很重要的 還有千萬不要懷疑自己 這件事我都要提醒自己 即是是有能力的 我知道自己 所以要堅持去做你喜歡做的事 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我是嚴小偉 最美麗 我是一個舞台劇演員 GOOD GOOD